-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大陸 現在就好像放寬中防疫, 但是反而很多人擔心自己會種植, 會種到Omicron, 而中藥所製的蓮花清溫厲害了, 近日的價錢向上飆, 有媒體報導, 有這些藥店藥房, 單合的價格竟然比平時大升了240%, 而北京市方面就告解這些經營者, 不可以對民生和防疫用品空抬價格。 大陸媒體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近期隨著各地的疫情優化防控措施公佈, 包括廣州、深圳、北京等地區都在逐步發展, 放寬對退消藥、感冒藥等管制, 由中藥製成的蓮花清溫, 先後缺貨最近甚至出現漲價的情況出現。 自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雖然醫學界質疑這些蓮花清溫有副作用, 但仍然受到大力吹捧, 價格有不同程度上升。 而根據紅星新聞的報導, 就說看回各大電商平台的蓮花清溫銷售情況發現, 多間藥店的蓮花清溫火粒都是剩下少數幾件, 蓮花清溫膠囊反而相對充足, 但其中, 有些藥店的蓮花清溫膠囊有大幅漲價的情況出現, 甚至有單合售價去到人民幣102元, 比平時30元左右貴了足足240%。 有部份中國網友批評這些藥店、藥局, 就在發角爛財, 核酸公司賺完都不夠, 就換醫藥公司賺, 跟著又到快測賺。 而根據北京日報今日的報導, 為了進一步規範有關經營者價格行為, 及維護疫情防控期間市場價格秩序, 北京市市場監管局發佈提醒告解書, 就叫這些經營者, 不可對糧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和口罩、 抗病毒藥物還有消毒殺菌用品、 相關醫療器械等防疫用品團職居期, 還有亦不可列造散佈漲價的消息, 去控台價格。 而另外, 北京天壇醫院藥學部副主任授訪表示, 目前新增的感染者中, 以無症狀為主, 如果在隔離醫學觀察期間, 無相關症狀, 就要保持適度休息, 多飲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藥和任何治療措施, 依照目前的政策, 只要做好隔離, 避免傳染就可以了, 亦專門針對新冠疫情致行病藥, 特別是, 大量囤積特定藥物的意義性不大。 而另外, 有不少媒體亦都在吹風, 就說這個新冠病毒將會由甲類傳染病降到月類傳染病。 但是, 其實以我自己看蠻, 其實好似由2020年開始一直都是月類傳染病來的, 只不過是用甲類傳染病的管理方式去做管理。 而中國病毒學家常榮山表示, 對於新冠病毒採取原類管理的流行病學條件逐漸具備, 但趨弱人群的疫苗接種率仍然有需要提供。 而路透社亦引述消息表示, 中國可能最快就在明年一月份, 將新冠管理級別由現行最高級別的甲類傳染病降到比較沒有嚴格的月類傳染病。 這個甲類與月類有什麼分別呢? 甲類管理就以強制為主, 譬如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就可以決定對行政區域入面的甲類傳染病液區實施封紅, 亦可通過常態化檢測, 篩出已感染的患者和通過限制密切接觸者活動範圍實現一個動態清零, 將疫情在初期徹底撲滅然後解封, 而月類傳染病的管理就以主動為主, 主要是由公眾自己去主動接受檢測, 防疫目標就不是撲滅疫情, 而是防止傳染病進一步發展。 而根據這些專家所講, 如果改造月類的管理, 老人同基礎病的群體可能就會受到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而第一財經在4號曾經引述了一名匿名傳染病專家表示, 很多地方顯示有超過95%以上的感染者是無症狀和輕症的, 病死率很低, 如果是繼續按照格類的管理, 顯然就覺得好似不符合科學了。 如果是按照月類管理已經不成問題的話, 回歸月類管理也可以為未來進一步優化防空措施提供到一定的法律依據。 其實這個月類管理已經是存了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乎有人是說明天禮拜三就會公佈這個新管理, 冠病毒變成月類好多的不同資訊在出, 但是真真假假中間有參集著不少的, 大家就記得自行判斷一下這些新聞的可信性有幾高。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拜拜!